바보 我也趁這個機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幾個月 我老公他行程非常的滿 那我覺得你們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藉這個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辛苦了 好像我太太 也為著生意跟我囂解好幾天 他有幾個比較貴的皮包 都要列在裡面 我這題我還是答一下 因為我真的要澄清我沒有抱怨 我真的是跟先生討論過 因為他曾經提醒我 可能要準備 那因為我真的不了解 這個整個申報的程序 所以我的確有跟他討論 詢問他一些問題 其實就是這樣 就一次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那天說我趕分選 謝謝大家好不好 我們就不談這個事 謝謝 所有候選人都加油 我覺得最後就是看台灣的命運 然後相信選民自己會有對的選擇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對對對 然後是吃了防腐劑 下次專程趕回來參加這樣一個 我覺得必須要支持的活動 我剛從新疆趕回來 我是從一萬兩千公里的趕回來的 你預計會存留多久 在台灣嗎 啊 三天 你又是幾日走真的還空 是啊 我老公今天才發現一些話 我看你走不了 台北還是要多待一下 啊 常盟做公衣活動 我們從來都不會退的 我們有空 我們一定要做一些公衣的活動 我們很榮幸可以到今天晚上的嘉賓 然後裡面所有的都是你們的粉絲喔 是嗎 對 很多貴婦 要看那個颱風 對 颱風 颱風來了 我們留多一點 香港也有颱風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情況 本來本來就是明天 10月28號在高雄 我們又過來了 要回去準備 對 而且不只啊 這個月我們會再來 對 跑上台北一樣又再來 沒有想說今天的募款的目標是多少 我正要問你陳誠 他比較有想法 前年一千三百萬 後年不到一千一百萬 今年希望能夠超過一千三百萬 他這樣一講 我發覺我有業績壓力 希望今天可以超過一千三百萬 一定可以的 因為美鳳在演藝圈的成就 跟他的人員 而且又是廣告女王嘛 那麼多廠商只會超過